关系的是要让民众更有感 立法院昨天通过了俗称 加薪条款的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正案 不过针对企业主替劳工加薪之后 能够扣抵多少赢索税 这个部分呢 未来还要送到立法院朝野协商 行政院长江一华也在总时询的时候说 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够促使中小企业 把盈余加汇到劳工的身上 什么都这样就是薪水不少 民众荷包无感 只是是否正如外界所说的 薪资整整倒退16年 行政院长江一华驳斥了这个说法 事实上我们在过去这连续几年里面 平均的薪资 实质的薪资都是提升的 中小企业条例在昨天经过大院初审通过 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促使我们广大的中小企业 都能够把盈余转嫁在 就是加汇于我们的劳工身上 前一天立法院初审通过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正案 经济部长杜子军也强调 这方案虽然没有强制性 但希望能够诱发企业替民众加薪 希望鼓励他给中小企业 给基层员工加薪 那在加薪的过程中 当然企业要多付出一些给员工 那么在这个给付的过程中 政府给他稍微来减免一些税收 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有机会能够加薪 大概40万家左右 虽然要扣除多少赢索税 还有一些不同意见 但大方向经济部和朝野立委 已经达成共事 希望改在立法院这会期三读通过 明年五月赢索税申报前 就能正式上路 有点TV张宠宏 朱祁鱼台北报道